接下来六月份,选股方面有什么版块值得关注呢? 其实六月份,我反而这一刻可以看好一些SARS股 虽然已经很少人提了,有点被人遗忘的感觉 曾经热炒过的 但是过去这几个月,因为新经济股的调整 其实都被人放下了 但我想这一刻,为什么可以重新看好SARS股呢? 当然不是对整个新经济版块即时乐观了 龙头那些,我想还是要看着政策那边怎么走 但是这些SARS股价属于比较二线的股份 其实你见到近期开始,资金已经肯进入了 因为始终很多只,譬如你明文为例,明月云也好 其实从对上的高位下来,其实特别明文是调整过了五成 其实下跌的幅度是很大的 而其实本身,大家对SARS的业务或行业 那个前景的增长其实不是太大质疑的 都还是觉得很强的增速 问题只不过是股价过去是太高太夸张 所以需要做一个很大的向下修正 但是都调了一半的时间 我觉得都已经调得七七八八 所以你见到近期开始的确几只都同步地在近期的低位 叫做还了一段时间之后 其实慢慢的资金追之下 其实近日是开始抽回上来 而且你赖了一点就是,譬如特别说微盟 其实他刚刚早前做了一个配股 亦都发了一个CB 其实我觉得这些因素都已经出来了 其实我想短期都想不到太多负面的东西 所以我觉得都是那句 就是叫做不明浪因素或者坏小息 都差不多是消化了的时间 现在值得看下落观一点 但是当然所谓的落观不是为了一下子 我现在升上三十多元这么夸张 但是我觉得有机会是做高一点 譬如我觉得以一种明明来说 看一看可否向上试一百天线留上 如果升穿了一百天线的话 我觉得这一转的目标 可以望挨近二十二元左右的水平 所以一个所谓比较中短线的部署 我想都可以留意一下